澳洲媒體斗大標題 寫王立強案根本是場大鬧劇 讓第一時間誤以為撿到槍的蔡政府 好尷尬 第一時間內可能我們很多 民眾會覺得說這個是千真萬確 然後在很多電視政論上面 有不同的討論 但是我也了解 就是我們總統在第一時間內 就特別提到 說這件事情還是要謹慎小心為主 綠委劉世芳態度轉為低調 但當初王立強事件剛爆發之時 他可是表態好擔心台灣被統戰 希望國安盡速全面調查 我想都還在調查當中 那台灣應該要審慎的來面對 那這個事情等真相 我想進一步再進行了解 全部推給調查中一星期前 也說要調查 但卻查不到王立強 今年五月來台記錄 也查不到金流 現在到底查到哪了 我想這個北檢 檢察官自然會去 他們會去做判斷 現在還在調查中 好吧 還在調查中 好吧 那我們就尊重調查的結果 好吧 綠銀抹紅梯鐵板 操作不了芒果桿 官員只能繼續打模糊仗 而從事國安工作 35年的前國安局長蔡德勝更痛批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充滿焦慮不安 因為現今台灣只有政客充滿了騙 從一開始以為撿到槍 如今王立強案輪國際笑話 當初的稀反社嗆抓到了 此刻的蔡政府態度批變成了最大諷刺 記者陽視區球員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